首先恭喜你赢得了今天的比赛 然后苏贝终于开始来到主场做的 有没有观众为你加油 有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高兴 然后觉得自己待遇特别好 然后能在这样的环境 条件 场地 这样做打球我觉得比平常更有激情 然后注意到你的第一局在最后阶段是被对手追上比赛 在当时是遇到一些什么困难 然后是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的 因为首先自己特别像你今天 然后第一局到赛演的时候 有一几个球就是可能下球来了 太想得分了 要求太高了 有点狠 反而导致了食物 就是没有处理好的地方 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你来到苏州 然后禁地主之宜送了很多外国球员 一些零食之类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的这些小故事 其实也没有很多了 就是把自己以前喜欢吃的一些 送到诺基基嘛 然后甜甜的东西啊 给外国小朋友尝一尝 然后就是因为我去了他们国家的时候 他们也会有些东西来送给我 所以以上我们来 然后今天的比赛 有没有父母或者家人来到现场 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 他们据说应该是来了 然后就是对不起让他们紧张了一下 第一局让他们紧张了一下 那希望他们也对我今天的表现感到开心 感到愿意 对 谢谢